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八场 二班一千米 高班的赛事 壮大好的马都相当多 七号码的好好学习比较弱些 其他很多都漂亮的 先讲讲配备 六号码的经典之星 除眼罩 至于七号码的好好学习 初戴这个防邪宝必除了环形口含铁 现在这艘奥游战士这些马 也都近期翻了重化的 这些货是昨天早上跳 这些中上年纪的马大致的保养都做得不错 这次抛到潘顿 好 接着是铁木耳 其实这些马游来香港都是这样的 那些功夫有理计过 那又有些伤患底 不过这个是一向以来的事 慢慢养一下 那就会重口跳 看这一对马在重化的试集 1月24号 前面带头男居宝 最近镜的浅蓝衣 就是近至腾云 我建议大家有时间都要看一看 不要只看他试集 看他冲先这一段200 这一段 你要看他入闸之前 因为现在重化很多的 入闸的镜头 都会有给大家看的 你看回他入闸 都搞了一段短时间 出闸他都不是很快 近至腾云 所以他存在着一个这样的缺点 搞搞震 入到闸又未必代表快闸 这些就真是难搞了 跳呢 当然都挺聪明的 经常都很吸引的 但是这些临场的事情都很难估计得到 再来就是这些老对手 蓝拘捕 他也都翻过重化的 操练 大家看到那里有个缺货的图案 就是12月底就不见了几招 但是都比较久一点了 因为现在都二月了 好 好 平常心 其实我觉得蓝好像是好一点点 跳的 可能比个闸又影响了一点 然后跳的时候 他就好像焦气感重一点 不过这些是纯粹神操的感觉 好了 这只就是经典之星 他也是曾经的功夫 在11月12月都停了多久 神操一向都很厉害 但是近期试集 最后阶段的势就比较弱一点 再看试集 火转放在前面走 外面那只很好学习 有时的马就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赢沙田千亿 哇 多厉害 跟着就借了 跟着有些健康出现的问题 就是上季跑完那一场 那些脚有东西 跟着去到7月14日 又要做手术 移除碎骨 好彩 那现在郑俊卫接手 试集那样东西 他都有头有尾 埋便火转红衫 当然也是好 是啊 你看他试集 马在群驱各族之下 他都还有份斗心 也不差 但是单跳 我感觉上火气势头就差一点 好了 再看一只跳出世界 那他就回去重发 一千直路不是涌过一涌 但是增过程 而这样缩程过来 谷错一千 怕他跟不到 好了 这只就当家精神 他也是试了个跑马地集的 1月22日早段都不快 看到何宅瑶 都是先倒进去中后踏的位置 没断前面的胸位够了 因为那些马走散了 在马嵌中间越追越厉 那这只当家精神 之前都跑过谷错 又是蚀到嘔的 他都追得厉 他在赢什么马 哇 这些你看看 扑下去多漂亮 这部是卫达跳 当家精神 但是 这些不震 不震 不震可能不行 有时那些马鬆到 反而是好的 但是一千要追 谷错 是的 好了 看看这只谷错一千 都相当之叹的暖在里心 那马群中间 白鼻梁的 就是跳出世界了 那都是跟刚才南驱保 近志腾云 都是差不多日子试集的马 暖在里心又高分 放在前面走 试这些短途800米集 都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说追得到他了 很多马都是不适合路程的 那跳出世界 就是中间 第三四五位之间 全程都没有动手的 一直按着顺势回来 内蓝 青绿色山那只喜傲龙 都值得留意 好了 暖在里心 那回到重发大集 今天都有试埋 又放在前面放到 那状态 金轨它都算是不错的 接着来就看到 非霸龙今年都是 打了它第一招 以往它都是复出第一招 很厉害的 自此以后 就算神租怎么看得 试集怎么好 都不敢再跟 接着看试集 有没有马快得 紧张大师 不好意思 快头断 不是快断 快断 就是大件事 这马跑完 上一次 它在功夫上 是多了一点 不敢跳 接着就回去重发 再养 但是其实可以再修炼 你看那些试跑 又二套又防沙 拼命地 不断用力走 是啊 你看田大安 特别跳 它其实当然想不慢 但是这马根本不受到操控 一直是自己狂奔 已经给了防沙罩 二套防沙罩来 好了 接着就升得威风 今早报了 是黎杂 没事 他知道有可能 補出都未定 现在后备一 因为过来跟你跑 谷草一千 真是很好斑 再来就全盛 这些都近期是接连有上阵的马来的 大步大步的滑回来 它没有季初那时候 那么行的 跑得多了一点 来到第八场 二班的一千米 这些赛事都是相当之 就是复杂 我觉得 因为首先这只马 都实力都有那么多 再加上 很多都是路程专家 赛事的形势又要量 因为你很多快马 那你到底是要前面 抢得快的那些马 还是居中 咬得到你 擠一段的马 还是后追的马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臣租 我觉得见领 当家精神 你居于这一组的马 比较 还有上升空间的马 可能都是他 这个当家精神 所以都 就是他是范围之中的 另外就是暖在理心 这些闭上眼都会跑 一千米 都是强的 那你不要忘记 上次他都还在输 那些三级赛 今次是回来 跑自己的主场 一千谷草 所以这些马 都值得要摁 但这一场 很多马都说不死 说真的 每一只都有机会 那我想当然 都是很触目 就是那只紧张大师 但是你都要明白 那只马 跑完上次 不是很跳得的 要养回它 然后再从法 重新做过 拿出来跑 但是其实他 现在跑 都是一口气 跟你跑完它 那究竟 有时候很难的 我也觉得很矛盾的 你想一只年轻 跑短途 跑一千 那样 要爆了力去放 还是想他脱了口 再收敛一些 祈求他可以转回 沙田千二 或者其他路程 其实我自己都很尴尬 在这个位置 不过这样去看他 我觉得那只马 都还是 不是很收敛 应该可以再好些 可能我偏向了 喜欢一些马 收敛一些的情况 我觉得一号马 是有机会赢 这只马 奥游战士 什么班 和你们那群马跑 基本上不同班 可以说是 季初还跑三级 二级赛 和对手 好了 到第一次跑谷草 上一次 这样都这么厉害 跟着上一次隔几天跑 这次不是 我觉得这次是全新功力的了 已经 弹杂 拍草地 什么都做了 我觉得这次很实际 因为他跟着你也可以 他不用一个跑法 南驱保得一个跑法 当然南驱保得有机会赢 但是一有马痴 什么经典之星 近之腾云 大家在前面掠过的时候 令那个形势会有变 所以我觉得一号马 应该是硬正一点 那第八场赛事 都跟大家研究过 休息一会 这次是全新功力的 这次是全新功力的 全新功力的 全新功力的